这是一个事迹 约纳他从余妇中被吐出来 就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那这个是主耶稣他自己有讲的 那就说新约旧约有对应 就把它拿来看 再来曼子 物件的预表 这个曼子预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曼子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 所以曼子能在的时候 表示神跟人 人无法进到神面前 唯有耶稣基督舍身 那么就打破他自己的身体 成为赎罪的假祭物 人才能够坦然无惧 来到私人宝座前 那所罗门王预表耶稣基督 第一个同样都是大魏的子孙 主耶稣也是 那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当王 主耶稣也是在属灵的耶路撒冷当王 属灵的弥赛亚王国的王 是智慧的王 那主耶稣也是 是和平平安 所罗门 所罗门这个意思呢 它这个发音是平安的意思 是和平的意思 建造圣殿 主耶稣建造属灵的殿 那再来看第五个例子 在雅各里面 我们知道说雅各 他本身就是从 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的 婚姻的爱情关系 谈到神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 也谈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那所罗门跟苏拉密 这个云文的发音呢 它的字根是一样的 但是一个是阳性 就翻译成所罗门 一个是阴性的名词 翻译成苏拉密 那这一对夫妻 他们名字是一样的 表示说是一体的关系 都是平安和平的意思 所以苏拉密 预表教会 有主的名字 那跟教会 也有神的名字 信徒也配得神的名 等等这些 那是罗的心腹 基督成为教会 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 再来与王合为一体 那当然就是一体的关系了 还有从雅各看 他这个苏拉密尼跟国王是相亲相属 所以在这方面呢 就预表 那我们另外再看 另外还有其他的预表内容 其他的预表内容 第一个 这个有从物的 麦基西的预表 耶稣基督是君尊的祭司 再来 玛拿预表 主是生命的良 这个都是有相对应的经文 安息日预表 将来在神的国永远的安息 方舟预表 基督的教会 撒拉以撒下甲以实玛利之间的关系 一个在地 一个在天 再来防角石是预表基督 那这个都有相对应的 割礼是预表洗礼 天梯是预表基督 基督是神人交往的通天的梯子 人可以上上下下 上到天堂天国 它就是一条道路 孝娃预表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再来 选民过红海预表洗礼 十一 击打盘石 预表基督为我们受击打 摩西预表基督是大先知 以上这些有旧约的一个影子 一个实体物 那么再来就预表 有新约的相对应的经文 那这是预表 所以我们懂了预表以后 对于我们在体会圣经神的话语 会有更深刻 更全面性的体会 那这种体会是非常奇妙的 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兴趣 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中 得着一种属灵的满足跟喜乐 更坚定我们的信心 然后我们就想一想 如果我们每一位信徒 他都真的知道 真的能够从这些 这么多的层面去体会 因为圣经真理的宝贵 对他持守信仰很大帮助 那就是西伯来书所说的 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 基督道理的开端 我们应该要有体会到 就算有一些深奥的一些真理 经过解释以后 我们能够自己去体会出来 那也成为讲道的内容 也来感动我们弟兄姐妹 那这个对信仰建立 这个基础会很稳固 所以小弟觉得 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真的很幸福 我们何德何能 但是我们蒙受的 超过我们所想 所求的恩典跟福气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预言 那我们在 因为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想我们也在 跟各位谈一下 这个部分 大家再多领受一些 我们讲到就位的先知 就位的先知 他在领受神给他的启示的时候 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 他会描述他们所看到的 所领受的那个场景 那先知他用言语 或是用行动句 或是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 你把它画在一个平面上 好像在画图 这个图是在这个板上 这个板的平面 这板的平面 那比如说有画山 前面有 枯藤老树婚鸭 小小流水人家 是不是 还有很多的 这些乡村场景的描述 但是当我们按图所记 按着这样的图去找 这样的场景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我经过一个小桥 经过小桥 还有流水人家 这有一户人家 养鸭子 后面有稻田 一直往前走的时候 就爬一直爬山 然后这个山翻过以后 又有一重山 那山外有山 一直往前面走的时候 这个是立体的感觉 这是有距离的感觉 就好像说历史的时间 往前走的时候 你会过小桥 再往前走 你会经过养鸭人家 那你历经了这个路程 它就变成是历史的纵向的一个场景 可是如果你把它浓缩 压缩的时候 它是在这一 这一道墙 这个平面上面 那先知他就把这个东西发出来 可是我们后来的人 就是在读旧位圣经 就是在经历 他们以前所经历过的 已经有一段历史的时间了 那先知是在那一个场景 那一个时间就把它冻结 把这个场面的冻结 浓缩 压在这一个平面上 但是当我们活在今天 二十一世纪 我回过头去读旧位的先知书 我们的眼界就变成是 从那边的历史一直走过来 它是立体的 它是有时间纵向的 它不但是有时间 也还有空间的感觉 好了 那直到今天我们明白这么多 当时候的先知 知其然 它不一定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因为神告诉他说 你画一间房屋 他就画一间房屋 你画一个小桥 我画一个小桥 你画一座山 我画一座山 这是画上去的 就是用嘴巴讲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来不及经历这么多 因为这个是遥遥地指向耶稣基督 那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 是两千年 已经过了的降生在这个世界 那对于那些说预言的先知 是在五百多年以后的耶稣 七百多年以后的耶稣 或是八百多年以后的耶稣 才会来 但是当他们等不到耶稣 他们也都已经归天了 都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 但是他留下这个话 那等到我们今天在21世纪 回过头去走 去看 不是我们走 就是我们的眼睛 一直从那边一直过来过来 读这些先知数 一直读到耶稣的 伺福音数到今天 很多应愿的 多数要预言耶稣基督 都落点在耶稣基督身上了 那是不是我们看那一幅画 就不是平面的东西 那我们信徒如果说了解到这一点 我们不必去羡慕先知 先知他直接听到 神对他说的声音当然是很奇妙 神给他看异象 神给他做异梦很奇特 但是肯定他理解的 并不是全面性 因为每一个先知所领受的是 神给他这个部分 这个先知神给他领受是这个部分 他就画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看 是整体的 好像我们已经登到那个最高的山 你回首向来处 无风无雨也无情 你看这边看过去的 原来是经过了三重山 过了两条河 三座桥 这样的完整 浸在我们的眼帘 我们整个都把它体会回出来 假如我们真的理解到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们会 内心的感动会很强烈 哎呀 为了我们今天得救恩 我们的主在历史上铺陈了这么多 为我们安排了这么多 祂只是要告诉我们 祂是多么的爱我们 我想起一个故事 有一个父亲 他在三个月以后 就会离世 但是他第一个儿子 在半年以后才出生 那也就是说 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已经看不到他的父亲了 这个父亲也等不到他的孩子出生 但是这个父亲为了表示对这个孩子的爱是真的 也为这个孩子准备了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投资 给他这个就学的费用 一直帮助他到读到硕士或是博士都可能的 学费都准备好了 然后这个父亲就写了一些书信 要给他的孩子看 那孩子他出生到懂事 还不懂的字的时候 是妈妈会读这个信给他听 等到他认识的字的时候 有一些信是他亲自要拆开来看的 用这样的比喻好像很贴切 果然这个父亲在三个月以后就过世了 然后过世以后在三个月 他的孩子才出生 还是过了一年两年两岁三岁的时候 慢慢的知道一些事情 也是到他父亲 那他母亲读信给他听 他看了 后来他自己看了就很清楚 虽然父亲从来未曾经过面 但是感觉上 父亲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 因为借着一封一封的信 父亲告诉他 孩子 我多么的爱你 那些书信呢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圣经来看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经过我们的父母 可是他在历史上很多的作为 把它记录起来 他要告诉我们 他是多么的爱我们 就是这样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读圣经 我们就会很喜爱上街 那当然有待于 我们领会者去体会这些的时候 我们领受的时候 我们一个一个把它解开 那个奥秘 也不是说深奥到不可理解的 因为这个到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时候 这个都是解开的 从现在一直到旧约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 除了末日要应验的那个部分 等待时间来会应验 不然的话呢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应验了 虽然圣经百分之八十是预言 但是在今天二十一世纪 几乎百分之九十都应验了 应验在过去的年代 也很多应验在耶稣基督 也应验在我们今天时代 在今天的教会里头 所以我们领略会非常的丰盛 我们领受的是非常的 在旧约上涵盖的层面是非常广的 是很深的 那内在里头的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认识 这种体会领悟 一直在强化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的见证会有力量 因为这个斩钉截铁 我们对木道哲来解说 介绍我们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是这么样的肯定 我们说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所体会的 我们所感动的 那是不是对木道哲也会有一番的引导 对他们有帮助 所以想起来 教会的先知 他所思 不比我们更完整 他比我们先知到某些部分 但不比我们更完整的 而且知其然 他不见得知其所以然 除非是神在当时候有向他启示 不然的话他讲那个部分 他只是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那至于日后怎么应验呢 如果神没有告诉他 他还是不知道 他只是当成说 我就是一个传声筒 你跟我讲 我就把生命传出去 然后每一个先知所领受 他还是片段片面的这个部分 那所有的先知 所讲的把他拼凑整合起来 才完整的在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你要预表 基督是君王 基督是先知 基督是祭司 你还得要这么多的 历史上的人物 一个一个去预表 然后可贵的是说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 他可以完整的来预表 约书基督受高者的职份 三种的身份 在同时给予有历史上的 某一个人身上 都是分开的 那最靠近的当然就是麦基奇德 那麦基奇德是在 他是在撒冷这个地方 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当王 他是一个仁义公义的王 他同属是当时候至高者 神至高者 这位神的先知 就是亚伯拉罕 限十分之一 他代表神来领受十分之一 然后我们就知道说 他当王预表耶稣 祭司王跟祭司这两个职份 来预表耶稣基督 麦基喜德 麦基喜德王跟祭司的这个身份 来预表耶稣基督 但是麦基喜德不是先知 摩西是先知 他是领导者 领导者也可以相当于把他看成是王 但他不是祭司 亚伦是祭司 亚伦也说预言 但亚伦不是王 好了 那大卫他是君王 他偶然间神的灵感动 他也说话 受感说话 好像在某一个层面上 他是当先知 但他不是祭司 好了 那你这个 扫木我 扫木我他有先知的十分 他也做祭司的工作 但他不是王 所以没有一个 预表中的这个模型 他完整的来表达主耶稣基督 受告者的三种之分 然后这三个 给予耶稣基督一生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西伯尔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 就是 神在 旧约借着 历代的先知 多事多方的 来向神的选民来小遇 那到了 新约恩典时代 耶稣基督从天而降 他即席大成 他是最终极性 最完整 最具体的 也是一个至高点的 最终的终结的这些应验 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并且这个启示是最具体 神到树上来 道成肉身 神在肉身显现 完完整整的 把神的形象 他的神性 以及救赎部分 他所必须具有的人性 都通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明白这些道理 希望能够 对我们一些看圣经的眼界 有所帮助 那么接着呢 今天我们会在 我们想要再继续谈的时候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概只能够谈一点点 那我们就等到 这个星期二 星期四晚上 我们的这个四经 四经学初阶 有提到四节 那这些都是蛮实用的 一个是上下文 一个是字意 一个是文化背景 一个是以兴解经 我们就希望说在 每一节 我们大概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讲解 那我们举比较多的例子 来说明 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方式是怎么样 来使用的 那我们就等待 那个时候 我们就继续来 那下周 星期日呢 我们再提供一个新的主题 就是有关于 我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 因为圣经很多的东西 除了救恩以外 有很多的是 有关于伦理道德的东西 你在评断一件事情 或是一个人的行为 我们总要做道德判断 那道德判断 我们应该先认识哪些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来看待 道德的标准在哪里呢 职务去判断呢 怎么样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讲道中呢 那这个会是我们日后用的相当广泛的 我们就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介绍 那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一次的 联会者的这个讲席 求主帮助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大家一起来唱诗